好 这个岳老师我让你谈一下这个鸿海好不好 这个美国现在不是要跨国护航吗 加上美国总共10个国家 包括法国 英国等等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 本来是它现在所有开往以色列的船只 它都要攻击 那这个地方影响很大 大概70% 每年有1.8万艘的船破通过 70%的石油来源都要透过这里运送 尤其是连接红海跟地中海 它是唯一通道 那地理战略位置都很突出 影响什么 就影响油 那之前这个俄罗斯跟沙特才联手 要减产 那现在这个拜登又要选油价 对于美国 对于拜登的影响太大了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这是一个红海大阴谋 恐怕还不只是胡塞武装 背后是不是整个中东在搞美国 搞西方的一个概念 有这个阴谋的味道出来吗 掐住美国的烟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这个阴谋说法的话 我今天仔细想了一下的话 也不是没有理由 因为说句良心话 燕门的胡塞武装力量 没有强大到能够让这九个国家 一起联合 对它感觉上很怕一样 我们最近的 我们第一批就是宣布 货运公司 船运公司 说不跑苏伊士运河了 里面就有长容 我不知道大家基本上 苏伊士运河本身来讲 它货流量那个船通过率 是非常非常繁忙的 有一次那个长容在那边 横倒了以后 就搞到全世界 到现在赔偿的问题 有没有结束我都不知道 但是这里面的话 我觉得有几点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 大家要知道 这个胡塞部队 它里面控制的那个 它的那个雅丁湾 里面它自己那个地方 就是雅丁岗 因为整个洪海长得是 上面也很窄 下面也很窄 那这个胡塞本身来讲的话 是可以一副当官 万副莫敌 再者 它那个无人机 你刚刚有个地方 我稍微强调一下 它是跟以色列相关的船只 不是对以色列 那什么船只 跟以色列相关 当然就西方国家 它现在所有 开往以色列船只 它都要攻击 对啊 但是这里头的话 你原则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 野门的这个胡塞 这个武装力量 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 他们比那个 珍珠党 比那个哈马斯还凶 从一开始 他们就一直不断地 捣弹啊 无人机啊 什么的 然后每一次的话 现在感觉上 这个里面出现的结果 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他们本身是受到 伊朗支持的 然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鼓励这些带领人战争 那出现的结果呢 那个中东地区那些国家 既然不表示意见 也没有很明显的反对 那这个当然会让人家想到 那美国现在觉得说是 非常非常烦恼 因为美国本身原来的话 来派驻的是东地中海 什么航空母舰 什么 现在没想到 红海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有这种阴谋论的说法 是一点都不意外 而且另外更重要的是 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一些国家 没想到胡塞小部队 立了大功 因为你现在西方国家 要不要继续支持以色列 会变成被攻击的条件之一 对 所以表面上来看 胡塞是要帮这个哈马斯 帮这个巴勒斯坦复仇 要攻击以色列 但其实好像不是 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油价 油价来掐喉美国 因为你这个地方胡塞武装 也许他当然不能够 跟美国跟西方抗衡 但他这一闹 所有后船不敢走 尤其是运游的 现在整个运飞大涨 然后油价大涨 那就是美国最不愿意 见到的事情 但是另一头 今天中国也讲 中国当然不会加入 这个十国联军 那中国说我们的船造走 我们自己的军舰护航 我们也没有被攻击 所以大家懂了 好 另外这个美债部分 一定要请委员来讲一下 12月19号 修腾腾美国财政部 又公布了10月份的 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那中国部 就是这个委员所交代的 中国有听到 继续减持 同比9月减持了85亿美元 所以又是连续7个月减持 它是15个月当中 第二波七连降 七连降中间有稍微 又买一点点 那现在又是一个七连降 两次七连降了 那你看到前十名当中 比利时也减持 卢森堡也减持 瑞士也减持 四个国家 这是排名前十的持有者 那但是还是有六国增持 都是美国的好朋友 英国兄弟 日本小弟等等 委员怎么看 我跟他解释一下 美国政府公债 不是一种实体公债 所以你有一张东西 叫美国政府公债 它是银行户头里面的 公债户头 中国大陆的 持有美国政府公债 的户头都在美国 在美国几个重要券商 的一个户头里面 所以他要担心的是什么 如果中美双方 太对头的话 美国就可以用制裁的名义 来扣押你这个 高达七千亿美元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公债 所以必须要卖掉 就处于地缘政治的政治风险 你必须管控 要卖掉 因为就在他银行里面 他不跟你提就不跟你提 俄罗斯就说没收就没收 第二个就是说 在俄欧战争开始的时候 我预见到说 美国政府公债会叠价 因为利息会上升 公债价格都叠价 所以当时要赶快通通卖掉 卖掉等到便宜再买 那现在其实卖的是赔钱 现在是应该要买 而不是要卖 所以你看到好像他在卖 好像很笨一样 他其实没有真的卖 他叫换债交易 什么换债交易呢 我把美国户头的公债卖掉 从中国边买进 所以我就没有赔 从哪边买进呢 大陆的开户 美国政府公债的 除了在美国开的这个直接了当 美国政府财政部每天公布说 你中国多少多少 7千亿啊 8千亿 9千亿啊 讲的这些部分 另外一部分 是在瑞士跟比利时的信托账户 这个信托账户是由 比利时跟瑞士的金融机构所持有的 跟很多的通通混在一起 跟他可能比如说比利时啊 或者瑞士啊 卢森堡啦 不是他现在大陆只有在比利时跟瑞士 开着户头 那那边啊 中国大陆也有持有美国政府公债 那你可以看得到说 中国大陆现在减持美国政府公债 可是他在比利时跟德瑞士的持有的部分 在增加 好的 第一个 就是因为这样才不会赔钱吧 你现在卖掉是最赔的时候 因为他马上要涨了 美国在利息只要往下降 他债券价格往上涨 你就赔很多的在那边卖的话 我第一个就骂你 赔着很吓人的 赔着两成到三成 不是小钱呢 那第二个换股换债交易是什么 他是卖掉美国政府公债 买进美国的机构债券 你看得出来他的机构债券在增加 那你说都是美国 不太一样 因为美国的机构债券 总类很多 包括什么菲尼妹 基尼妹 很多类似的 或者美国这种比较大的企业的债券等等 比如说 IBM 苹果 公司 那个就不在美国政府的户头里面管辖 你可以放在全世界任何证券公司 任何银行里面 你可能放在香港 你可能放在新加坡 被直接扣押的风险就相对比较低 比如你放在比利时 比利时政府同意啊 对不对 七拖八拖搞不好你钱都领走了 所以不像那个直接可以扣押的情形 所以你对于这个运作 我很明显看到 中国的人民银行是在做换债交易 那它会不断的降低 那另外一部分换债交易是什么 直接换成黄金 他就把这个美国的债券一直降低降低 除了说放在比利时的 或者是信托账户的 或者放在那个 这个机构债券的 或者一部分去买什么 去买黄金 所以他黄金从去年一千吨 现在到已经超过两千吨了 我还是要说两句 两千吨的小额科啦 对不对 中国大陆量底这么大 竟然 意大利还有三千吨 你怎么好意思说 回去跟你大陆朋友讲一讲 好好好 人家有想法的啦 不是我 什么想法 对我知道你的美金 每天骂他一堆信没办法 你对美金没信心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对美金 不是美金 中美对抗是这样子 这种小心要有的啊 对 要不然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 就说 好了 今天啊 这个 越伦来 越伦今年要筹大概 一兆四千亿的财政赤字嘛 那要找谁买 好吧 大陆你买个三千亿 好 那一兆四千亿财政赤字里面有一部分啊 要拨款援助给台湾 哦 大陆借钱给美国 美国拿这个钱去援助台湾 然后粮还没得打起来 全这边这么大的笑话 对 确实啦 主要是在这个中美 不然你跟大陆朋友讲 他支持这个安全啦 还是要有个安全的框析 你要有一个国家的利益 跟安全的考虑 不能纯粹从经济上角度来 其实从经济上角度来 他这样操作也不对啊 我跟你讲 叶伦马上要来了 要不要买美战不能减持 他真的要讲的啦 不是我去讲 叶伦慧自己去讲的啦 他又要来了 他又来了 我要跟你的大陆朋友讲了 你不要老推着我讲嘛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任航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